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 那么今天凌晨Azuki的Elementos系列的Mint和开图也是正式完成了 可以说Azuki的这一波全新系列的销售真的是惹着社区口诛笔伐 甚至直接在大骂Azuki是一个骗子项目 那么他们在这一波的销售里面总共向社区募集了2万个ETH 然后他们在第一时间将2万个ETH全部转走 那么这个还不是最离谱的 离谱的是大家等看到AzukiElementos之后开图 居然发现他跟Azuki本图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甚至如果你将10张图放在一起 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Azuki的本图 基本上一模一样 而且Azuki也本身粗资滥造 可以说直接就是copy了Azuki的一个本图 而且他的有两张图甚至都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这个Elementos的16580跟这个5613 两张图就是一模一样的 我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两张图哪里有不一样 所以真的社区对于这么一个搞了将近一年的全新的项目 然后又在自己的中年庆时候发出的全新的系列活动 真的是非常的不满意 Azuki的价格也是应声下跌 今天一天基本上从昨天的差不多12 跌到了现在的8.6左右 真的是社区对Azuki彻底失望都在说他们是骗子 所以本期视频我也想跟大家回顾一下 那么从昨天晚上Elementos开图到现在 整个Azuki社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大家在疯狂发着的一个原因究竟是什么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使用内容具备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区块联合数的货币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请散发添加微信群 如果你想要去免除链上该死困扰 交易一些最新的现货产品 或者一些高倍的合约 欢迎使用视频下方详情里面 BG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参与注册 那么目前他们也正在进行相关的合约交易分享 即只要你完成新人注册 并且KYC 你就可以去获得1到50名BGB的一个空头 那么BGB现在大波是0.5右 所以也算是熊市里的一个主角范 如果你感兴趣 那么欢迎注册 那么KYC现在通过大陆身份也是可以完成的 好 接下来就到一个视频的正片环节 那么其实对于Azuki的这个全新系列的发售 以及这个全新系列的活动 社区中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的一个关注程度 而且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NRT的蓝筹都在往下疯狂下跌 那么在Azuki23号 也就是中国时间6月24号宣布这个活动之前 其实Azuki的价格一直都是相当坚挺的 甚至还在往上涨 那么最高你看到将近17个 以太坊的地板价 但是随着这个活动的发布 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跌的简直是非常夸张 较最高的一个价格下跌了 已经有50%还要多 那么仅仅是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 一系列的离谱的骚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从活动最本源 也就是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即将宣布自己的活动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Azuki是不是要发币了 因为Azuki的这个发币的细节 基本上是从去年的五六月份跟那个APE的相关发售 以及土地的发售是同一时间的 那个时候等到这个BYC发完D发完币 大家都会觉得Azuki作为一个当时最好看的蓝筹项目 是不是也会发币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 社区中一直都有着非常强的发币的预期 那么到现在我们看到 在24号Azuki的这个活动正式公布之后 他没有发币 而是说要发行一个全新系列的NFT 那么其实社区对这个也是相当买单的 那么两个以太坊一个 大家也都使疯狂的在mint 那么最后也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大概虽然在mint的时候 他们的前端依然也是出了问题 但是大家还是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向Azuki的官方贡献了两万个以太坊 然后将这个elementos全部mint完成 然后开图之后 大家直接就都炸了 那么如果你点开 你可以基本上看一下 就是Azuki的elementos跟Azuki本K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可以跟大家再来 就是从这个更加详细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从opensee上来做一下相关对比 你就能看到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Azuki本图 价值9个以太坊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请记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Azuki的elementos 价值1.3个以太坊 我们看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就这两个完全是一模一样啊 那么Azuki干了一年 那么说要做什么样的图 然后说怎么怎么样 我们要搞什么活动 结果简直就是copy了一下自己原来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在现在AI这么发展的情况下 那你把这些元素搞上去 我觉得可能不到一天或者是一个下午就可以将这些图全部做出来了 而且我刚才说了还有离谱的事情就是 这个操作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看不懂啊 而且把自己的各种社交媒体头像都赶着Azuki的小伙伴们 这一波真的是非常受伤 大家真的是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太过离谱了 那么Azuki的项目方赚了盆满满 然后拍拍屁股走了 那么留下的我们这些散户为他们接盘完成了 新一轮的2万ETH的社区轮融资在上的一个熊市下 那确实哎怎么说呢 又是把NFT市场彻底带崩了吧 你看到Azuki自己昨天一天跌了30% 而且这个下跌情绪可能还在持续 那么Azuki的这个豆子更是离谱 直接一天跌了45%了都到了0.6 那么我记得我有小伙伴都是两个以太左右买了很多豆子 那么也是Azuki的坚定持有者 但没想到哎这波玩成了这个样子 确实是非常的令人伤心吧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关于社区对Azuki后续进展的一些FUD 那么真的好像是Azuki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将他们的一批坚定的持有者全部搞得信心有点崩溃 而且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个人会觉得这到底是在干嘛呀 为什么会要搞这样的情况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因也能反映出 目前市场的一个极度熊市的状态 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Azuki要去自砸招牌来做这件事 就是他们可能判断后续的市场可能会再更凶 如果这个时候他们不去做一些操作 那么可能真的后续赚不来钱了 所以与其赚不来钱 不如先赚一笔 然后走 然后忍受骂声 那么等到牛市的时候再回来 那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我能想到的这个合理的逻辑 好像只有这个 不然的话我是真的找不到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目前整个NFT市场的氛围 就是它一直在往下跌 那么没有一个蓝筹或者是新蓝筹能够 就是不跌的 基本上你看到BFIC都来到了36个ETH左右 所有的蓝筹都在往下跌 Azuki之前自己独立的那个坚挺 也是因为社区中对他们这个空头预期和发币预期的存在 那么预期出现之后肯定是往下跌 我们在之前的好几期视频中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点 所以怎么说呢 Azuki这一波操作虽然让自己的项目方赚到2万美金 但是我觉得与此同时它的一些副作用就是 首先它会让整个的对自己项目的支持者彻底的含金 可能有一批人在这里面真的亏了很多钱 然后对于Azuki的一个官方的信任感完全丧失 这是非常可能的 而且我们知道对于整个NFT项目方来说 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社区 那么Azuki其实在之前一直社区的口碑等等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现在这样一做真的是有点自毁长城的意思 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Azuki的下跌还会带来整个NFT市场的持续下跌 因为Azuki作为一个蓝筹 那么它目前阶段占有着还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 而且它的一个活动啊等等 包括社区都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现在它通过这么一稿 让这些人对于这个市场就是彻底寒信了 或者这些人也不会再去出手购买什么NFT了 所以整个NFT的流动性会再次枯竭 那么流动性再枯竭之后 对于整个NFT市场来说 它一定会走得越来越难看 那么基本上你也能够通过最近几天的一个交易量 包括说通过整个NFT的一个地板价来去看出相关的一个端倪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整个的数据看板来跟大家做一下 目前NFT的交易量的情况的一个看 一个具体的分析 就是整个NFT的交易基本上已经回到了 可以说是大概熊市阶段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022年4月到2022年9月 这个非常熊的阶段 那么昨天不一样 因为昨天阿波都可以发售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去对标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请注意 是没有不乐的 从整个4月份到9月份 这个周期是没有不乐的出现的 也就是只有openc这样的点对点交易 就是这样的所有挂单 然后去买 那么现在跟不乐上面这样的带有空头预期的刷量还不一样 那那个时候的交易可能是大家真的想要去买 而现在不乐上面的这些交易可能非常大一部分都是在刷空头 所以其实我现在只能说 现在NFT市场熊和流动性枯竭的状况 要比当时还要严重的多 因为基本上不乐上面有太多水分了 但这个没有办法具体量量计 但是我觉得不乐上面50%是刻意的在刷空头 是绝对存在的 所以目前NFT市场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至暗时刻 而且从目前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的行情 以及说从目前的各个市场的层面来看 好像这个至暗时刻还想持续的黑下去 目前看不到一个什么亮天的一个情况 所以个人会觉得Azuki这一波虽然自己赚麻了 但是社区对其信任感丧失 所以我感觉后续阶段整个Azuki的一个走势可能会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咋说呢 就是既然项目方选择了这样做 那我觉得一定也是有他们的理由 那么在这个市场中我们还是要切记一点 就是web3市场一直都是一个黑暗森林 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 唯一能相信的就是自己 所以不要让自己对某一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信仰 或者是不要对某一个项目的项目方持有什么样的 就是特别理想化 我觉得这个项目方格局很大的一种情况 那么项目方格局大 就是因为他之前赚过 比现在他要赚的钱更多的 没有别的 就是举个例子 一个人曾经他有过100万 或者他现在有100万 那么你给他100块钱 他是不会做一些什么很蠢的事情的 或者是做一些很离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提到了1000万一个亿 那么这个人一定会做 那么这就是人性 人性是不可逆的 所以希望各位在这个市场中可以看清楚 我们对于做一个投资者 对于项目方来说 永远都是对手盘 那么千万不要被项目方的一些 所谓的理想化的东西洗脑 一旦你被自己的理想洗脑了 那么可能你真的最后亏得血本无归 在这个市场中还是希望做一个纯粹的人 什么是纯粹的人呢 就是我要看什么东西涨 我就买 如果什么东西跌 我就赶紧卖掉 就是一直都是利益为导向 如果能让我赚到钱 我就觉得你好 如果你让我赚不到钱 我就立刻抛售 没有任何感情 不然的话 可能真的会难受的一批 所以在web3这个黑暗森林 还是希望建议各位可以去 持续的学习 持续的去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看下面的能力 分析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对于人性的了解 整个crypto市场也是有人组成的 而人性永远都是阻止或者是 使这个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没有之意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想聊的小说的话 你再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嗓骂听家微信群 最后如果你想要去免除链上盖茨困扰 交易一些最新的现货产品 或者一些高位的合约 欢迎使用视频下方 比给交易所一个注册链接 参与注册 目前他们也是正在进行信任的注册活动 只要你注册 并且完成kyc 就可以获得BGB的相关空头 那么大陆声明也是可以完成的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